來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OK 我今天呢 要來做一個開箱 這個開箱呢 我已經期待了非常久了 因為它 在我訂了以後呢 到我現在收到 竹竹等了快要一個月 這是從 Sweden寄來的 這個重量還算不錯 所以我們就話不多說 我來拆箱吧 非常之精緻的一個包裝 這個呢 當你看到標題的時候 你也知道 它是一個價值不菲的 WOW WOW 我來把它 拿出來 新的味道 這盒子真的是蠻精緻的 這邊呢 在我手上呢 就是非常精緻的一個外格 我來準備開箱了 你看 WOW WOW Guys 看一下看一下 這個真的是非常高質感的感覺 我來拿起來它的重量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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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真的是非常的乾淨 每個切割 它切割的地方 看不出來有任何的毛邊 This is so cool 我覺得我被他們的工藝有點嚇到了 你看 非常漂亮 它的側邊呢 還有這個 Crown 是可以 轉你的Apple Watch 我這邊就有 轉你的Apple Watch 非常細緻的一個 非常非常非常乾淨 非常 怎麼講 非常漂亮的工藝 你知道嗎 而且它的鏈子給我的感覺是 蠻緊實的 沒有什麼空隙 非常漂亮 這個側邊的按鈕啊 也是非常有回饋感的 它真的是有彈簧的按鈕 在這邊 這個Crown 也是一樣 非常的有質感 這個摸起來 一點也不去 也沒有覺得 像什麼便宜貨的感覺 非常的 非常的有感覺 非常的有感覺 幹我都不知道在講什麼 我已經有點 好吧 我們就不多說 我們就先來把它裝上裝箱看看 盒子裡面 這應該是寶卡 沒錯 像Rolex也有 這個零件 寶卡 還附上一個工具 wow ok 我覺得它這個卡做的 也非常的精緻 你知道嗎 這是非常厚版的紙 這個做起來絕對不便宜 這邊直接教你怎麼樣去操作 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 還有什麼嗎 沒了 廢話不多說 多話不多說 我們就直接來裝吧 好 我現在換了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 我沒有辦法把這個錶帶給取下來 因為我們沒有特殊的工具 所以我得要去找一個專業的人來幫我處理一下 可惜 但沒辦法 身上沒工具 謝謝 謝謝 我終於把它給裝上去了 我終於把它給裝上去了 我覺得台灣真的很方便 因為台灣呢 有一個很好的東西 叫做 寶島鐘標 只要進去跟他說 我要換錶帶 不到五分鐘 他就把它解決 而且只花一百塊 戴上手的感覺 非常的服帖 而且我滿意外 就是戴起來 真的是 沒有那種 aftermarket的感覺 就很像 Apple會做的東西 你知道嗎 非常的精緻 我當初買的時候 只有買這個錶帶 這個錶帶 就要快要一千塊美金 關稅其實沒有想像中的多 大概才兩百塊不到而已吧 這個產品是我自己買的 沒有收任何一毛錢 不過我覺得 如果你跟我一樣 注重質感的話 我是滿推這個錶帶的 因為Apple Watch 它本身 不裝任何殼 或是不做任何錶帶的變化的時候 其實看起來就是一個滿素 然後像我第一說 看起來有點呆呆的 不過這個裝上去以後 就完全 讓Apple Watch 看起來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你知道嗎 我覺得真的是 算是我 這半年來 買過我覺得 最值得的東西吧 老實講 所以推薦給你 就這樣 好拜 但是我怎麼會 就這樣 就這樣 你會不會 像是